歡迎各位觀眾繼續看我們的節目 這個節目是台灣最前線永續台灣看的見 我們今天邀請台大大氣科學系 也是環保聯盟的學術委員習光榮教授 跟我們談談氣候變遷 我們知道最近尤其是人類自從工業化以後 大量的利用很多的生子能 產生很多的二氧化碳 那隨著工業程度的規模變大 增加了國家越來越多 譬如說中國就是也是用了非常多的生子能源 所以這個氣候是造成我們地球的改變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徐教授能不能跟我們從德班氣候會議以後到最近的進場 能不能給我們一些您的觀察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是這樣子氣候變遷 大家知道最近很多很強的天災發生 極端氣候 對 那有的很嚴重的天災 好像我們現在也不再報導了 我們最近看到的是菲律賓的天災 可是大家注意到美國有一個很強的tornado 可是似乎在我們新聞裡面就不太報導 為什麼 是不是上個禮拜不是有什麼80次啊 對 然後在義大利的Sardinia島 淹水淹得一塌糊塗 這些可能在過去10年才會發生一次的 這個極端氣候 在今年幾乎都是同時 澳洲前一陣子大火 澳洲才開始春天 夏天本來是比較乾 比較容易燒火的 才剛剛進入春天就開始燒大火 那氣候變遷呢 其實這個國際的氣候變遷協商 現在正在進行 從11月的11號到22號 那會不會延期不知道 菲律賓代表不是 他有個代表他去參加 結果他們家鄉海添颱風 在會場哭啊 對 其實因為我過去每一年都會去 今年是沒有去 其實在去年去的時候 菲律賓其實也碰到颱風 另外一個颱風 那一次大概死傷不到1000人 可是也是滿慘的 那個時候的菲律賓代表 也在大會上呼籲大家 要立刻減量 不是現在 是什麼時候呢 大家都聽了感動的鼓掌 對 因為他們這是很典型的 就是它不是自作自壽 它是你們工業國家一直在那邊享受 結果照樣的是它 就好像太平洋一些國家都快淹沒了 對 所以其實有這個問題是這樣 其實在19世紀末 大概1870 1880年的時候 就有科學家說 假如我們空氣裡面二氧化碳太多的話 就會增溫 這是一定的 這是物理的效應 它就會把我們地球要出去的熱 會流住這樣 所以這種氣體越多的話 地球的表面就會越熱 那剛剛主持人其實有提到 從工業革命以後 我們就開始用這些化石的燃料了 煤 油 天然氣這些 這些的用量其實是越來越快 越來增加的越多 那科學家其實最近 在今年的9月底左右 才出了一個新的報告 就是IPCC 就是跨政府的氣候變遷小組 它的第五次評估報告出來 它就說照計算 假如我們希望增溫平均 平均全球的增溫不超過攝氏兩度的話 當然有的地方增溫比較多 有的地方增溫比較少 不超過兩度的話 那我們全球大氣裡面 可以容納多少的二氧化碳 這有一定的量 這個量大概是三兆公噸的二氧化碳 那我們人已經排放了多少了 已經排放兩兆了 到現在為止差不多兩兆 那我們現在排放速度有多快呢 你說那看起來還很久 因為我們工業革命 從差不多18世紀開始 到現在差不多兩百年 你說這樣子排放兩兆 但是我們其實排放的速度是越來越快 所以現在平均每年大概排放 大概三百五十萬噸 三百五十萬 三百 對不起 三百五十億 三百五十億噸 那我們現在只剩一兆的量對不對 你這樣除一除大概三十年 我們就把這個量排完了 所以以後你再排都多了 就會超出 所以假如我們希望增溫不超過兩度 也就是說好 我們的排放量要開始減少 才能夠使用的量久 所以這個是國際聯合國的氣候變化 剛好公約裡面 最重要的議題 我們人的排放什麼時候開始達到最高峰 然後減量 一定要有最高峰嘛 才會減量嘛 但是現在還看不到最高峰 所以聯合國的會議裡面 在從1997 應該從1995年 開始討論這個氣候變遷的會議 這個會議在1997年的時候 就簽了一個議定書 大家都知道叫做京都議定書 那京都議定書裡面就有規範 39個工業國家 他們需要做多少程度的減量 每一個的程度不一樣 那他們減量到什麼時候呢 這個規範是到2012年 就是去年底 所以本來是說 第一個階段京都議定書 大家先檢討有沒有達到 做得怎麼樣 可是在還沒到2012年底的時候 就要討論之後要怎麼處理 可是本來是在2009年丹麥會議的時候 大家說要做出一個結論來 可是那個時候呢 就大家吵成一團 就本來大家都期望說有一個結論 可是就是有一些國家不想有結論 那是什麼樣的國家呢 印度 中國 美國 因為美國排最多 美國已經不是最多了 美國從2006年起就輸給中國了 所以中國是現在排放最多的國家 而且它增加得非常的快 就從1990到現在20幾年 大概我們全球增加每年的排放量 這20幾年增加了100多億 那其中80幾億的增加是中國的增加 所以很厲害吧 而且他們增加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所以其實早期這個聯合國的這個氣候會議裡面 大家的重點是工業國家要減量 那可是從2000年開始 開發中國家增加得很快 尤其是大的開發中國家 所以工業國家就說 只有靠我繼續再做更多的減量 沒有什麼效果 所以大排放的開發中國家也需要減量 那現在就變成這個爭議 那到底開發中國家需不需要減量 所以2009年就破局 他們的2009年這個哥本哈根會議的 唯一的結論就是說 全體會員同意增溫 全球增溫不要超過2度 然後工業國家要提供那個氣候的 一個氣候協助開發中國家的一個氣候基金 每年要有1000億的援助開發中國家 那基本上就只有這兩項 那所以到了2010年的時候 在墨西哥開會沒有什麼東西 2011年的時候在德班開會 德班開會大家本來也沒有期望有什麼東西 德班是在哪一國 在南非 那這個最後一天的時候 因為其實有很多國家很著急 就是譬如剛剛主持人有提的小島國家 對… 還有菲律賓這樣子很易受災的國家 還有很多非洲國家 他們其實是最脆弱 因為他們的經濟活動主要是農耕 農耕是最容易受到氣候改變的影響 一下旱災一下大水 所有東西都沒有了 所以他們很著急 可是大排放的國家美國 現在變成印度 中國 巴西 南非 那歐盟其實有在減量 而且減量還滿成功的 那當然還有一些國家還在增加 可是這個協商裡面似乎都沒有進展 所以在德班會議的最後一天 本來大會的主席 南非的主席 他本來都有一個結論 每一個會議都有一個結論 他都準備好結論 那在這個會議裡面就歐盟 小島國家聯盟 還有極低度開發國家 就是非洲大部分還有一些比較貧窮國家 等等就開始鼓噪了 鼓噪說這個會議的結論 毫無任何實質意義 都沒有減量的等等等等 那這個大會主席也不錯 他就說那我們回去再重新討論 所以這個會議又加開了36小時 幾乎都沒有睡覺 其實也滿辛苦的 就加開了滿長時間 然後就得出所謂的德班的結論 德班的結論很有意思 就是說2012年京都議定書已經到期 那下一個階段怎麼辦呢 下一個階段就 就的議定書至少要在2015年之前要定出來 然後2020最慢在2020要開始實施 而且是所有的國家都要減量 不過這個就是很困難 指定就是因為沒有強制性 不是不是 這一個德班會議的結論是通過的 因為這個氣候變遷的這個會議 不是靠投票 它的會議都是共識決 所以這個是所有參加國家的共識 既然做成會議的結論 就是那個時候的大家都同意 2015年的時候一定會有一個新的議定書出現 這個議定書是針對所有的國家 然後2020以前要開始運作 好 那這個會議結論之後 大家就很多人就覺得很興奮 所以現在都為了要2015年的新的議定書做準備 但是還是有一些國家滿抗拒的 因為其實美國最近幾年 第一個它有一些減量的成果 第一個就是它最近發現很多頁岩器 天然氣在產出同樣的能源的時候 它的二氧化碳比燒煤少了快一半 所以美國很多的 因為天然氣很便宜了 所以很多美國的燃煤電廠就關了 改燒天然氣又便宜 二氧化碳排放又少 所以美國最近的減量還滿成功的 然後它的交通運輸裡面有10% 是用升值的酒精 這個也不算 那個也沒有增加二氧化碳排放 所以它其實有在進行中 那現在其實大家所針對的問題 就是中國、印度 尤其是這兩個國家的排放 一直在增加都沒有減量 可是這兩個國家其實是最反對減量的 當然還有什麼樣的國家反對呢? 像澳洲 澳洲為什麼反對? 澳洲是一個能源出口國 譬如說我們的煤 澳洲是出口煤的 就是煤 右礦 對 右礦 其實不是主要 它主要出口的是 煤是最大中 煤 所以它也不希望要減量 所以最近澳洲薰弦的政府說 它要有很多的那個 對氣候不利的措施了 這也是被大家批判 所以這些國家雖然在德班會議裡面同意 所有的國家都要減量 可是現在就開始找一些藉口了 說到底對所有的國家是不是一樣 是不是一樣 那歐洲、美國這些工業先進國家都說 Apply to all 就所有的國家就已經不能區分 就不應該再區分工業國跟非工業國 但是大的開發中國家 就又有不同的解釋了 所以又變成在爭吼這個 所以到底2015可不可能有一個議定數出現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另外就是財務 我們剛剛說在丹麥的會議裡面 大家同意工業國家說 每年要拿出1000億美金 那這個1000億要從哪裡來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工業國家你可以想像 最近歐盟的經濟不太好 美國其實經濟也不怎麼好 那你認為它可以列預算 列在它的國家預算裡面說編列幾百億幾十億 或是幾百億 去援助開發中國家嗎 大概在國會裡很難通過 對… 因為自己的經濟情況都不好了 他們一直有印鈔票 不是 先不談這個 先不談 就是你在國會裡面 你印鈔票你在印 通貨 對 你自己會通貨膨脹 那你自己印鈔票這點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假如要用預算的方式 其實在這些國家很難通過 那你不從預算呢 工業國家是建議說在這個 因為這個京都議定書裡面有規範 你可以用一些彈性機制交易 或者是一些機制去交換碳排放權 譬如說去種樹是不是 對 譬如說種樹 那這個減少的二氧化碳 你可以去賣給別人 那這個賣的現在其實就有 這個賣的交易的0.2% 你可以去做成基金的一部分 這個碳交易的錢的一部分手續費 可以拿來作為這個放的 那問題就來了 這個你就要看交易的錢高跟低 你就未必會達到1000億 所以有這樣的困難 所以大家其實還在爭議這個 到底要怎麼來 那開發中國家就認為 工業國家應該用預算 那工業國家就是說 應該用這個交易的手續費 所以這個到現在也沒解決 這個錢非常少 現在為止 雖然說每年要有1000億 但是離這個還滿遠的 所以其實他們主要的爭 是在到底誰該減量 是只有工業國家呢 還是所有的國家要減量 另外就是這個協助開發中國家 譬如說協助菲律賓要怎麼防禦 以後來的更多天災 這個錢就希望開發中國家 工業國家來提供 或者是他怎麼訓練他的人 以後可以去多節能等等 這個因為開發中國家大部分都比較窮 所以基本上是錢的問題 什麼時候誰該減量的問題 主要的爭議是在這裡 就是炒炒炒炒了好多年 炒到現在這樣 那你覺得台灣的現況呢 台灣 台灣的現況是這樣子 就要再回頭去說國際的情況是怎麼樣 我們剛剛說我們已經排放了 快到三分之二可以容許的量了 三兆我們已經排了兩兆了 只剩一兆 那所以這個科學家的建議是說 假如我們用1990作為一個基準來討論的話 工業國家它在2020的目標 是要比1990少25%到40%的排放 那就是稍微多減一點 讓開發中國家還可以多有一點增加的空間這樣 然後到了2050 就要比1990少80%到95% 那幾乎都不行了嘛 好 就是不然的話就是全球到2050的時候 至少要比1990少50% 那我們回頭來看我們的目標啦 我們台灣的目標是 2025年的時候回到2000年 我們2000年是1990的兩倍多 百分之110 120這樣 我們的2000年是1990的120%左右 增加120% 然後我們2025說我們回到2000年的排放 然後我們2050回到2000年除以2 就是比1990還多一點 好 那跟國際的公約 國際現在的預期其實差蠻多的嘛 國際是說假如要增溫不超過2度 全球要2050的時候要比1990少一半 80吧 你剛剛講的 那個是工業國家 就是讓工業國家減多一點 讓開發中國家很窮 它還可以有一些增加的空間 可是全球平均 希望2050是只有1990的一半這樣 那我們呢 我們是說我們2050的時候 還要比1990多 我們現在不是很多工業都跑到中國大陸去了嗎 所有人在列這些數據的時候 把我們都是分開來的 那很以前 以前我們在跟政府官員討論這些事的時候 有政府官員說 我們不是公約締約國 我們不需要去理會 會不會這樣 其實這個是很危險的想法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 我們的產品去其他國家 假如我們有競爭力的話 我們才會賣得好 對 那我們有競爭力 我們一定還有競爭對手對不對 競爭對手可以說 你這個國家碳排放過高 或是你這個產品碳排放過高 我們發動消費者抵懼你的產品 這個他根本不需要政府同意 會不會做到 可能就會做到 會不會對我們的產品有打擊 會 所以我們假如還是要以出口為導向 我們這個不能不注意 對 我們都是出口 對 我們不做貿易 我們沒辦法生存 對 所以我們目前的目標 其實跟國際的公約差別非常的大 即使是這樣子 馬政府天天講節能減碳 有沒有在做 完全沒有 大家知道我沒有做什麼嗎 沒有啊 只是在廣告上面做 希望大家拔插頭 隨手關燈 這個是最沒有效率的方法 這個是靠大家的習慣 那他有沒有在法律規章上做改變 而且產業結構 對 第一個 那個耗能的 對 主持人講很對 就是我們60%左右的能源 是耗能產業用了 假如這些產業可以減少10%的能源使用 就減少6%耶 那我們的民生商業都只有占10%幾喔 你叫大家拼命節能減碳 減了10% 20% 也不過1 2% 所以應該是從那個源頭啦 對 第一個是從源頭啦 另外就是我們真的應該要發展再生能源啦 是 太陽能現在一度幾塊錢 一度只有7塊錢耶 真的很貴嗎 你想想看我們現在一度付費 已經差不多3塊錢了 所以今天即使是10%都是太陽能 影響有多少 不到 對不對 因為它只有多我們現在價錢的一倍多一點點嘛 所以10%的太陽能 對我們的電壓有多少影響 你自己大概算一算 影響非常少 遠不如我們今年已經漲了多少次價錢 我們漲的這些價錢 跟再生能源發展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是我們花很多錢去國外購買 國外漲價我們就得漲價 還有我們的台電中油沒有效率 我們也得為這個付出代價 所以假如我們可以鼓勵再生能源發展 今天我們可以把給外國人的錢 留下來給我們自己人用 有什麼不好 還可以創造很多工作機會 最近高教授不是一直也在建議說地熱嗎 對 我們這個地熱只要挖得到 就是其實這個反對再生能源的人 他都把它簡化成什麼 就是你今天太陽能可不可以供應這麼多 或者是風力可不可以供應這麼多 人在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是誤導 為什麼 可以有一部分是太陽能 有一部分是地熱 有一部分是風力 有一部分可能是生殖能 每一種都有一些積少成多 我們有很多廢根的土地 修根的土地 可不可以來種甘蔗去製造酒精 可以 或者是種地瓜 糖笨糕發酵去做酒精 可以 可是我們寧願花錢去跟巴西去買 他們生產好的酒精 為什麼不鼓勵自己人 南部那個不是種 養水重點 就是那個水產養殖的一些 放一些太陽能板 對 好像滿成功的 對 就是我們本來在2009年 通過再生能源辦法的時候 就希望是原來是希望像德國 鼓勵再生能源發展 就用一個固定的費率跟你買20年 可是才剛開始實施還不到半年 我們的行政院就是馬政府 就呱呱叫說好多人申請什麼 將來會破產 其實你去問他到底有多少人簽約 到了2010年底 簽約都還沒有發生 他就已經呱呱叫了 那我們是太陽能板生產的 全球第二大生產國 我們自己都不用去把這些滿不錯的產品 去銷到德國去賺那一點錢 可是我們還要花很多的能源 很多的錢去買能源來用 你只要裝了你這個能源的供應 就可以供應你十幾二十年 那怎麼不就這樣子想呢 可以省下多少的外匯 我們現在花多少錢的外匯去買能源 去年大概13%的GDP 很可觀喔 那能源的價格會越來越貴 可是另外看 再生能源的價格是越來越便宜喔 那我們為什麼不去發展 還要花更多的錢去買化石能源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政府的政策錯誤 被中油台電把持嘛 台電是一個大的發電公司 他就寧願用現在的發電方式 他不願意去學習人家歐洲 已經有高比例的再生能源 也不會影響他發電的穩定度 譬如說好了這個德國 德國的電力裡面已經超過21%是再生能源了 他有沒有電力不穩定 沒有 而且照歐洲的這個電力系統的評估 他是他德國跟丹麥 現在是電力系統裡面 所有國家裡面電力系統 無意預警斷電時速最少的國家 那這兩個國家的再生能源的佔比都非常的高 不過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我們台灣是一個海島國家 那歐洲是說他們是一個大陸國家 所以他們要是缺電什麼 好像可以用電網直接輸送過來 那我們台灣因為是海島 所以沒有辦法輸送過來 所以有這種威力 這兩件事 第一個 這個就應該牽涉到說我們要有多少的備載 那備載的那個數值 是我們夏天這一年夏天用電最多的時候 還有多少比例的發電設備不要用 我們去年的備載是23%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大概有4、50% 可能有50%的發電機組都不用運轉 那你想想看假如一個設備 它一年只能使用到50%或是60% 那是不是很浪費 對啊 那我們第一個 我們為什麼需要這麼高的備載 我認為是台電的管理不好 就是有一次颱風說合一廠關機 就需要那個協和電廠起來 結果發現協和電廠也起不來 那所幸我們有很多的備載 所以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電廠 那這個就是你電廠在整理 在管理上面有問題 你本來就要做很完善的維修 我要開的時候就要開 那日本的備載有多少 我們是23% 日本今年4月的時候 日本的這個MATI 就是他們那個Minister of Trade 跟什麼工業 那那個是最大的部會 他就邀所有的電廠來 所有的電廠 只要它的備載能夠超過3% 就沒有缺電的問題 我們23% 像日本311以後 他們核電都全部關了 也沒有缺電 對 沒有缺電的問題 他們石化廠也是可以馬上就運轉起來 所以 那是不是因為我們是一個海島國家呢 其實我不認為 我們也可以分成好幾個電網 我們本來台電就有什麼北區 中區 南區 那你的這個 這個自己的電力的管理系統嘛 管理的好不好 不是因為不要找一些藉口說 你是什麼海島國家 你一定要有一堆備載 那我們不只是23%備載 我們現在還在蓋 台電還在蓋很多的大燃煤電廠 還有天然氣電廠 我算了一下 計畫中而且是環評通過的電廠 加起來是比我們的核1234還要大 所以好 核四假如也運轉 這些所有的發電計畫都做完 那我們的備載呢 可能就到了50%了 奇怪 蓋那麼多是要做什麼 所以其實這個才是我們台電虧損的主要原因 蓋了太多的設備 買了太多的設備根本沒有在用 我們買的煤也都比較貴 對 好 這個就是煤是你要燒 你一年你不可能堆太多 買貴是一回事 但是你 那期貨還都買得比較貴 不是 但是你 你的設備擺在那裡就浪費嘛 是 多少的錢啊 去弄這些 你根本沒有需要啊 所以這個會不會是因為我們台灣這個電業就是 獨佔 獨佔 所以應該要把它自由化 對 所以我們建議說要自由化而不是民營化 自由化的意思就是說 最好它發電燃煤變成一個公司 天然氣變一個公司 核電變一個公司 然後蘇佩電系統是一個公司 好 這樣子的話 第一個成本很透明 我們就知道核電真的成本是多少 現在會補貼嘛 燃煤電廠 所以那政府就要成立一個委員會 就是說先訂好我們的供電是什麼 第一個再生能源優先使用 然後接下來我們希望百分之多少是煤 百分之多少是天然氣 百分之多少是油 那還有核電是多少是百分是多少 不要核電啊 不是 我說 我說假如有這樣子的事情 那你就有一個這個比例嘛 那這個核電沒有人可以跟台電競爭 因為沒有別家嘛 那燃煤電廠它就要跟民營去競爭嘛 誰便宜我們跟誰先優先買 那大家才會清楚啊 台電才會像現在的台灣中華電信一樣 因為它必須跟其他的那個通訊系統競爭 所以中華電信現在變得還滿有效率的 所以我們建議不是民營化 因為大部分的民營化就變成財團化嘛 這個台電公司是可以切割 它有能力 那還有民營電廠大家可以競爭 對 那以後台電就是台灣電力輸送公司就好 因為這個通路 就是它有輸送公司 因為這個線都是它簽的 對 它還可以保養 那跟人家收費 這個是可以 沒問題 因為不需要兩套嘛 那可是它的燃天然氣就要跟民營天然氣去競爭 那它的燃煤就要跟民營的燃煤去競爭這樣 不需要馬政府拼得進去嗎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現在只有漲價它就漲 我們就只得接受 那我們還有兩個講這個海洋的 對 這個其實最新的這個IPCC的評估報告裡面呢 就有一個是海洋的這個改變 海洋的這個 那這個圖是說 這個圖是說 從1990開始 海洋下面的那個線是海洋的PH值的改變 酸鹼度 那上面是海洋裡面的二氧化碳的濃度 海洋裡面的二氧化碳濃度跟大氣裡面是差不多的 我們已經開始接近390個ppm 工業革命前的時候只有280ppm 那海洋的這個PH呢 還改變了還蠻顯著的 那因為我們的主持人郭教授是海洋的專家 可不可以稍微講一下 海洋的這個PH改變了有一些什麼樣的影響 這個海洋有幾個功能 其中有一個水 它這個可以比熱還蠻大的 所以它能夠穩定這個溫度 你看那個水的溫度的改變 不像那個天氣改變那麼多 像我們寒流來 那個九孔池 你到掉到那個什麼十度幾度 海水有時候還比那個空氣比較溫暖 所以那個不會凍死 海洋還有一個功能 因為它很穩定 所以它有儲存這個CO2的功能 可是你這個PH一直往下降 就越來越酸化的話 它就儲存CO2的能力 就沒有那麼多了 它讓CO2只好又排到大氣 那這個PH一直降的話 對很多海洋的生物 它會變成說 譬如說蝦子 那殼就沒辦法漲 殼就沒了 它是碳山鈣 對對對 那整個這個連鎖反應 那整個海洋就是會慢慢的 生命就會消失 那人也是生態的一部分 所以它這個1000棟 那我們地球 其實我們應該正確講是水球 因為我們十分之七都是水 所以這樣一個改變 整個地球就垮了 那我們今天很感謝 台大習光榮教授 跟我們分享這個氣候變遷 他的個人的一些體認 跟參與會議的一些心得 還有對於台灣現狀的一些建言 以上是我們今天 台灣最前線 永續台灣看的見 謝謝各位觀看 今天到此為止 再見